严峻医疗量能紧绷 高雄一面林先生发文说 他带着染医的父母到医院就诊 看到隔壁急诊室 一名妈妈抱着婴儿瘫软哭喊 等了两个多小时 没人帮我救救我的孩子 相当的心疼 认为现场病人不多 但是一直没有看到医护上前关心 甚至自己的父母也等了六个小时才看诊 但不少网友看了发文之后 留言抨击 认为这是乱带风向 抹灭医护的辛劳 院方也出面解释 说当时有重症的病童 送来急诊急需治疗 才会让其他的患者等候比较久 医院外头不少人带着长辈等待看诊 林先生当天也带着确诊父母前来 没想到一等等了六个小时 确诊的病人没有那么多的情形之下 为什么还让医护人员这么的忙 当天我跟高一现场的医护人员反应 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们也在跟我讲说 他们反应没有用 要我直接跟医院方来投诉 后诊人不多 却让他们从晚上7点40分 到隔天凌晨1点20分 才结束看诊 甚至后诊期间 他还看到隔壁急诊 妈妈抱着婴儿 瘫软哭喊 等了两个多小时 没人帮我救救我的孩子 令他相当心疼 同时也很纳闷 明明不到20人排队 却没有医护上前关心 没想到一po网 不少网友反倒认为 急诊不是先来先看 这样的po文是乱带风向 抹灭医护辛劳 毕竟他们都是会按照先后顺序 再去看诊这样子 三四个小时也有 但你觉得是可以体谅的 可以 院方表示 三晚八点救护车 正好送来一位 不到一岁确诊孩童 情况危机属于重症个案 现场等候的其他20位患者 院方当天都有妥善处置 没有延误病情 疫情期间 医护人力紧绷 都在尽力救治每一位患者 只盼大家多点体谅 别让负面情绪 加重医护负担 记者王超群 高雄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